黃國昌他在今天出國了 怎麼時間會這麼的巧 有什麼樣的秘密呢 整件事情你看 十個月他就出國了 如果我們今天就是說 正為媒體人 我們不妄加揣測的話 我們認為說黃國昌教授 在這個時候出國 非常不恰當的 為什麼 因為真相不明 你要知道身為學者 你有這麼崇高的理想 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你應該要給社會相當的交代 你說此事與我無關 如果此事與你無關 當初你就不應該帶頭 這樣的反對運動 是不是這樣 這個邏輯是不是通的 在妄中並中佳的 這件事情過程中 你知不知道黃國昌教授 他發表了多少文章 炮火有多麼猛烈 你看 光是在自由時報 就20篇 對不起我沒有講說 他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從今年初開始 到現在也不夠7月 在自由時報20篇文章 聯合報14篇 蘋果日報34 其他媒體總共36 全部的文章是104篇 各位觀眾 這倒不是 這所有文章不是抄的 是用自己的心血去寫的 而且發在國內主流媒體上 總共就發了104篇之多 代表什麼 此人有崇高的理想 對不對 這一點毋庸置疑 你覺得媒體不應該被壟斷 不應該成為怪獸 我們都能夠理解 也能同意 但是你發表了這麼多文章之後 你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時候出國呢 而且他在蘋果投書了一篇 像淪為極權化妝師的蔡大亨說 不 極不極權 歷史自然有公斷 化不化妝師 已經涉及了人身攻擊了 能夠這樣子說嗎 所以我們今天退回來講 黃國昌教授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 選擇出國深造10個月 你覺不覺得在這一整件事情上面 你還是富有最起碼的什麼 道義責任 應該跟大家解釋清楚 這一些走路攻 這一些事情跟我無關 我不帶走一片雲彩 輕輕的就坐飛機出國了 這是學者應該有的態度嗎 你自己反思 這件事情 如果黃國昌教授 你沒有這麼積極的在拼 在做的話 會有後面這麼多的力量 來支援你嗎 但整個學生運動當中 其實我們有注意到一件事 已經被這個黑手伸進來 學生運動 單純的學生運動 已經被污名化了 但怎麼樣來揪出這黑手呢 那學生運動未來 這樣子黃國昌 你沒有負責任 你就跑掉了 都沒有說清楚 俊仁 這樣子的話呢 代表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嗎 我想在望中 詬病中家系統的這個案子裡面 黃國昌教授的立場 跟我們是截然不同的 那即便是這樣子 截然不同的立場 我們也尊重他的看法 那我想這些東西呢 社會自由公論 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也會做出一個最後的決議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現在是發生了瑕疵的 那也就是說在0725行動中 黃國昌教授您的行動 遭到了抹黑 遭到了污染 那我想身為當事人 假設一地而處 今天是我發起的行動 遭到了抹黑或污染 我一定會極力想去撇清 那如同剛剛黃岸兄提到 假設是我 我在過去這半年之內 我花了這麼多的心血 我盡了這麼多的努力 為的是什麼 我要傳達我的理念 我要去把我的想法 說出來讓大家知道 結果在這個活動的最後 關鍵的時刻 被人家搞砸了 怎麼說被搞砸了 因為我本來是 陳述我理念的活動 竟然被幕後有人 花錢去塑造一個學生運動 影響了我整個理念 影響了我整個看法 那我應該是很憤怒的啊 我應該認為說 我一定要把真相揪出來 一地而處 我一樣在講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不會去接受 在這時間出國 我已經留下來 把這個真相找出來 才是維護我的親喻 最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們當然很希望 黃國昌教授可以留下來 雖然我們的看法是不同的 但在這個事情上 我們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敵人 我們去評估這整個 這整個事件來說好了 前面那個假裝來遊行的學生 不管他們是學生也好 臨時演員也好 我們都不在乎 你是最末端的人 那接下來黑彩人力 或者是幫忙 破文去徵人的蔡淳旭同學 那你們也是末端 你們也只是工作人員 我們也不會去跟您追究 甚至在網上 發錢的白玉女子 那當然中間發生了一個陳同學 這個是題外話 這是插曲 我們不把它列入考量 那發錢的這位梁小姐 其實我們也不認為 你就是幕後的首腦 我們認為在你之上 一定還有一個敵人 這個人才是黃國昌教授 跟我們共同的敵人 在這個關鍵點 我們應該是同仇敵愾的 我們應該去找出來 到底是誰 想要抹黑這個活動 當我們找出 共同的敵人之後 來我們大家可以坐下來 再來針對旺中 詬病中家的系統 這個事情 我們來各成己見 但是在這之前 我們應該把這個人揪出來 狗仔文化 廣告回來告訴你